多宝阁 多宝阁是将各式小谷案存放于乡辖内 让每件文卧都有自己的专属阁子 而这个皇帝的玩具箱 清宫称为百石剑 故宫则统称多宝阁 天球合璧的外部套箱与鸡雄枣相同 都是测开家屁板的设计 也方便拿取 外部装饰由紫檀木镶嵌象牙花纹制作而成 天球合璧内箱为 呛金苗漆龙凤纹相 以红漆地硬刻填金轮阔线 再用色漆彩绘 正面、侧面为四组勾连龙凤纹组合而成 金属组页上硬刻龙纹 和面双侧也有龙纹方形提环 整体细致精巧 和内有三层替霞 其中二层为红漆地彩漆花卉 和内撒金 天球合璧替霞 为南木胎贴上环龙龟背花纹锦制作而成 乾隆皇帝对细节的考究 可从每个多宝格替霞颈部的选用中看出 工匠如某法师班 从木胎与颈部的选用 到格子、屉板、明屁、暗屁的巧思 木座或牙座的搭配 再加上卷轴、侧叶的配置 让惊喜藏身于小小分割的魔术空间之中 而这本五万名色折子 是天球合璧多宝格的文物清测 不仅记录箱内所有文物 更标识其存放的位置 天球合璧多宝格留存至今 箱内共有44件文物 淺障皇帝每天会排出固定时间 展览见赏他所喜爱的珍奇古案 沉浸在这样的时光之中 它有时也会挥好几笔 并且留下乾隆的印记 以此自语 乾隆皇帝让文物成为一件件 隔赏万的陈设品 在多宝格的各种空间搭配中 都看得出多样性与弹性 在乾隆朝达到制作的高峰 多宝格结构精巧 造型多变 布满机关暗格 及内府公益于大臣的文物包装 乾隆皇帝应是史上第一人